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完全百分之百的消滅病毒 這一些人畜共通傳染病 在未來一定還會再持續發生 因此我們其實就需要藉由防疫經驗 知道說未來我們要怎麼樣來繼續面對新的疫情 其實我們都知道病毒是生物多樣性的其中一份子 它已經存在地球上非常久的時間了 而且它會不斷地演化 人類其實不是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傳染病 那我們怎麼樣從過去的經驗跟大自然做連結 來面對這一場疫情 其實我們最希望的呈現方式是透過讓人最容易理解的方式 就是適合兒童閱讀的圖文書 裡面的圖片跟文字都是最淺顯易懂的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形式 把我們認為相當重要的一些概念傳達給各位 讓大家知道說這些病毒細菌或是微生物 它會讓我們生病 但其實他們也同時發揮了很多重要的功能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生態學家獸醫或是人醫的角度 一起來看待說我們跟世界上各式各樣的生物 其實都還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多認識大自然 多認識這些微生物還有這些衍生動物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面對這一場疫情 要學著說怎麼跟他們一起在地球上和平相處 然後維持一個適當的社交距離 什麼是病毒 什麼是細菌 還有什麼是微生物 那後面我們介紹了幾則 各式各樣的人畜共通傳染病 還有以前的人類怎麼看待這些事情 我們談了許多我們未來可以應對的方式 雖然知道有些微生物會讓我們生病 但是我們也不完全鼓勵大家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當然疫情嚴峻的時候還是要待在家裡 但是當我們有機會可以出門的時候 你可以適度的到外面走走 多接觸一些微生物 你的身體的免疫系統其實很需要多多跟一些微生物接觸 那他們可以練習跟這些微生物交手 那你的免疫系統會把這些實戰經驗都記錄下來 那未來你在面對其他類似或長得像的微生物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更勝算的來保護你 透過這樣的時間走過去現在 未來的方式來安排這本書 然後知道怎麼樣學會跟他們共生 那也知道怎麼樣來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的家人朋友 讓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的生活下去 讓你們慢慢來保護自己的家人 沒有那麼容易再悶著 總是我們休息一下